你知道 Mercedes-Benz 在全球 甚至是在马来西亚市场最好卖的车款是什么车款吗 其实答案就是 GLC 这一款XUV 确实在上一代的这个 GLC 呢 全球市场甚至是马来西亚呢 都有非常高的能见度 而且呢它的销量一年可以超过20万辆 所以呢 代表这款车对于 Mercedes-Benz 是非常重要的 而新一代的车型已经在海外市场投产 据悉呢最快会在2023年引进马来西亚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全新一代的 GLC 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哎呦没有油 要打油了有什么一张推荐 哎呀去 BH Petrol 啦 OK 我们来讲这款车的细节 全新一代的 GLC 呢是在2022年的6月正式发布 这款车采用了跟 C-Class 一样的平台打造 但是实际上呢对比上一代车型呢 全新一代的 GLC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它主要的升级点在于外观设计 还有内装质感 甚至还有引擎的格际 对比上一代都完全的不同 我们首先先来讲这个外观设计 在外观的部分 整个车头呢 它采用了跟这个 C-Class 比较类似的尖锐风格 可以看到偏三角形的这个头灯组 还有这个道沟式的日间行车灯 同样拥有非常巨大的这个 Mercedes-Benz 的水箱护照 其实我个人觉得 新一代的这个 GLC 呢 看起来非常的时尚 虽然说没有上一代的那种成熟稳重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年轻人应该会蛮喜欢这个设计 至于在尾部呢 它则是采用了比较圆润的设计风格 配备 3D LED 尾灯组 这个设计呢其实也比较运动化 上一代的车尾设计呢同样的也是以成熟稳重为主 所以我觉得 Mercedes-Benz 想要以这个全新一代的 GLC 去吸引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这辆车采用这样子的设计风格 除了给你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之外 对于车辆的隔音表现也是有进步 原厂表示呢它的风阻系数从原本的 0.32cd 进化到了 0.29cd 这样一来你的加速表现会更好 油耗会更低 甚至这个风切身的抑制也会更好 给你一个更宁静的驾驶过程 所以 Mercedes-Benz 在这种细节的部分确实是很用心啦 内装的部分 没有太大的惊喜 就是从 C-Class 完整的搬到 GLC 上面 不过必须承认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呢 看久了还是蛮喜欢的 首先就是中央那个超大的 iPad 出屏主机 取代了很多的实体按键 而且呢这个系统呢还支援这个指纹识别 就是可以登录你的个人信息 在你下一次开车的时候 只需要 scan 一下你的指纹 就可以直接切换到你的驾驶设定 除此之外呢 这块萤幕采用了这个 OLED 材质 在强光底下看呢 它的清晰度依旧是非常的高 亮度也很高 所以不会出现看不清的情况出现 另外呢它的数位化仪表 同样的也是采用 OLED 的萤幕 显示效果非常的绚丽 配备 Mercedes-Benz 的 64 色氛围灯 整个内装给你一种非常有科技感的感觉 我相信不仅你会很喜欢 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女朋友同样的也会很喜欢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原厂重新设计了这个 GLC 的椅子 所以对于长途驾驶也好还是短途驾驶的好 它给予你的支撑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另外原厂也针对这个隔音进行加强 加上之前我提到的这个降低风俗系数 所以你在开这辆车的时候 你的这个整个车室会更安静 所以这台车会非常适合家庭用 根据目前原厂已经公布的引擎详情呢 目前这个 GLC 的汽油引擎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2.0 公升涡轮质量引擎加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 GLC 300 这个动力配置跟这个 C300 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采用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的 GLC 400E 我个人觉得马来西亚引进的应该会是这个 GLC 300 啦 来回顾一下它的引擎动力表现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258 HP 峰值扭力表现 400 Nm 虽然讲它是一台 SUV 车身重量比较重 而且有四轮驱动的关系 但是它的 0-100 加速依旧是在 6.2 秒到 6.5 秒左右 以 SUV 来讲 确实真的很强 而且它匹配的变速箱跟 C-Class 一样是 9 速的自排变速箱 至于这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呢 主要是提供这个车辆的一些运算啊 或者是触屏处机 或者是你的冷气压缩机的电量 对于车辆动力的帮助其实并没有很大 可是也因为这样 这台车符合了欧洲最新的排放法规 所以我相信 原厂应该会同样的把这套系统带来马来西亚市场 毕竟 CKD 的 C-Class 上面同样的保留了这套系统 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 GLC 400E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它主要是由这个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加上电动机组成 在 2.0 涡轮增压引擎的扭力输出方面呢 是 252 HP 峰值扭力表现 400 纽顿米 可是在它结合了插电式电机之后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381 HP 的惊人地步 这个已经跟上一代车型的这个 GLC 43 差不多了 而根据官方数据这款车的 0-100 加速为 5.7 秒 我相信呢 在之后 这款车应该也会是 Mercedes-Benz Malaysia 引进的车款之一 因为目前云厂确实也在本地积极的推动那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款 Bro 你的车我帮你拍完咧 不过你的车要没有油了啦 我又不懂你平常搭什么油 所以就没有帮你打到 哎呀 我打油当然是打 DH Petrol 啦 它的 Infiniti RON95 跟 RON97 呢 达到了 EUROPE 4M 的标准 而且它的汽油还蕴含三大元素 第1个 改良的摩擦改进剂 第2 增强行俯视抑制剂 第3 优秀的累积物清洁剂 可以降低摩擦 停止公油系统生锈和保持性戒 给你更好的引擎动力输出 而且它的添加剂比标准更高一倍的800ppm 可以给引擎提供绝佳的保护 哦 怪不得你只打 BH Petrol 啦 因为有那么多好处的 那我也快点去打啦 当然 因为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嘛 目前原厂并没有任何的消息 什么时候会在本地引进这款车型 但是我们相信应该都是2023年跑不掉的 而且前期同样会以CPU的方式贩售 之后才进行CKD 有鉴于上一代的GLC在本地卖的非常的好 所以相信这一代车型原厂会倾注更多行李来打造这款车 而至于在配备的部分呢 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 Mercedes-Benz 在本地的车款呢 并没有搭载太多UPTAS 也就是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我个人希望这一次GLC大改款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缺失的配备 例如说主动式定速寻常等等 因为很多的车款都有了 如果Mercedes-Benz没有的话 有点讲不过去啦 但是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 GLC的Android Autoken Apple CarPlay 是免费让你使用的 不用你另外再给一个RM1299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